吸香港的家書 4月號 一個月過了 來了英國都差不多半年 其實呢 我們一早已經習慣了這裡 反而現在如果要我回香港這個石市森林的話 再加上要養飾於一個貝利民意的政府管治 我真的怕我會頂不住 上個星期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 接見了幾個香港的家庭 不管他是不是演戲 真情假意口也好 但起碼他在演戲 總比香港一班小丑 竟然大言不殘管說 不懂廣東話為榮 大爺現在下來管治你們 你們要陪我說普通話溝通 記得以前呢 香港一些我們叫鬼佬的官員 沒有便宜 很多都說廣東話 其中一個叫做夏思義的博士 他本身是一個劍橋的畢業生 還有博士生 來到香港做殖民官 如果好像現在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謂管治階層 這班英國人根本就不需要學廣東話來 peace我們這班香港人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殖民地 咦? 好像殖民地的時候 人家更懂得尊重我們這班香港人 當然啦 還有鍾日傑 每個人都說得很好 廣東話 就算他說得不好的話 我也會原諒他 因為畢竟是一個外人 你很努力地學一個其他人的語言 即是說你對那邊是有一種尊重 他們更加會改一個很優雅的中文名 不像現在那些 什麼兵物兵 什麼軍物軍 所以呢 品味的東西 有時候不是你想學就學到的 這個月中 我們去了做BNO Visa認證手續 聽到很多香港人拿到BNO Visa 陸陸續續有 由於我開始做節目 即是我現在開始做這個節目 即這類節目 所以我認識到很多五湖四海 來這裡 英國的香港人 每個人都是有血有肉 有名有聲 有些更是年紀不小 但是很嚮往這裡的自由 所以他千辛萬苦 怎麼都要來英國 所以我經常說 這次我們是難民 不是疑民 其實這個說法不是有貶義的 你以為我真的不知道BNO 是理應我們有的權利嗎 我只是想大家想多一步 難民是如何煉成的 今次來英國 可要是被迫的 因為在香港都活了幾十年 說走就走 有些朋友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日後再見面 這樣的處境還是移民? 移民是手頭上有幾千萬 去到San Jose、倫敦等 這些地方 找最貴的地段 買House 出入BBA Benz 寶馬 Audi 我就不想 下一代 在建功的時候 要跟一個 我爸爸是李剛的人競爭 最後那個 姓李的 雖然A至Z 只是串到H 但都贏了你 哈佛大學畢業的子女 我更加不想見到下一代 出界的時候 連穿一件黑衣的自由都沒有 我更不想 面對一班 不求甚解的 藍絲親戚朋友 既然是被迫 我們又怎麼會不是難民呢? 再者 我再強調多一次 我之所以叫我們是難民 就是我想其他人可以反思一下 為什麼香港一個曾經世界的大都會 在很多世界排名裡 都是排頭十名的 搞到現在很多指數 要跟非洲國家差一日之長短 大家真的要用心想想 為什麼會這樣 有一張圖片 我現在終於明白 為什麼Facebook 一定禁止你刊登 那張圖片 就是有一班猴子 在企圖開動一輛汽車 現代文明的汽車 大家明白為什麼 我從來都是一個崇優的人 你做得好 我不管你是人是鬼 男女老幼 我都以你為尊 所以我很不服氣 香港做錯了什麼 但有時候 我又很自私地釋懷 因為我都過了大半世的文明生活 可憐一班十幾十歲的年輕人 他們未曾好好享受過自由的空氣 就被一班貪男又無恥的魔鬼掠奪了 看見公義得不到張顯 法治只為淪落到是東廠的角色 學校變為篤灰工廠 日後只會培訓一班又一班 為利試圖出賣私有的偽君子 人民互相不信任 國王的新衣的鬧劇 日日上演 所以我真的奉勸大家 除非真的很多東西放不下 否則快點來英國 又引用我經常說的一句話 要好好地對待自己的下半生 和下一代 可能有人會質疑我 有時我放一些生活想像社交網站 就是以為將一些英國美好的生活 鋪出來欺騙你們 說到英國生活多美好多美好 好像有一張照片 我放個酒杯在花園的桌子上 當時我播出我最喜歡最喜歡的西班牙音樂 喝我最喜歡喝的意大利Poseco 其實所費無幾 只是幾磅英磅 我十分滿足和感恩 覺得當時離開香港的決定十分正確 就昨天 我踩單車到附近一個我經常去的馬場 那裡有幾個足球場這麼大的公眾草地 適逢春天 開滿了很多不同顏色的花 我便很隨意地停下單車 躺在草地上 看浮雲 聽音樂 是不是很奢侈呢 可惜只是差一杯咖啡 下次我一定會準備好 其實我真的想問 為何香港的人得不到這樣的待遇 當然待遇要豁著 其實香港人真的很頂班 真的 來了英國之後 可能生活和心情沒有那麼緊張 心跳都慢了 而且睡眠十分充足 物浴相對比較低 又不用穿到周身名牌美衣 開靚車和攀比 因為這裡人人相對平等 也不會理你身家地位 不一樣 以前我在大陸出差的時候 經常有人問我 你開日本車還是歐洲車 真的試過 車子多少錢 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無言 在這裡我周時遇到一些畫面 畫面就是當你踩單車的時候 看到形頭而來的一些車友 他們多數都會微笑和跟你打招呼 這一點配合陽光充沛的天氣 再加上陸油的草地 覺得自己真的好像陶淵明一樣 所以真心不明白 陳奕迅為何會做出這麼蠢的事 其實以他的身家 如果來到英國 足夠下半生不用工作 還可以陪女兒去英國讀書 錢真的要這麼多嗎 其實如果能夠解決了生活上基本的開支 多餘出來的錢只是滿足你自己的貪欖 你幻想一下 當你每天可以開20分鐘車 送小女兒去上學 放學 這個不是負擔 而是一種福氣 因為在接送的過程中 你可以跟他分享生活的點點滴滴 了解大家對不同的事的看法 這些經驗 以前人在香港我根本沒試過 就好像最近我跟他分享了什麼叫文革 令到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了解這個國家 亦由於大家時間多了 我們很多時候吃完晚飯之後 會坐在桌上聊天 對了 這個活動 以前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做過 而更令我開心的就是 我終於把心一橫 臨老學結他 現在手指開始有起枕 也代表了一種叫無痛的階段 彈結他的人應該明白我在說什麼了 而更開心的就是 可以將一些以前很喜歡的音樂 用自己雙手彈奏出來 雖然生疏一點 但是有時候配合這些一流的天氣 在花眼裡彈奏 可以說 生疏為玉白 這個也是我作的 講到音樂 上個月我開始膽粗粗學人製作音樂節目 雖然聽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我經常跟你說 分享歌曲的過程 我比他們更快樂 而且很多次自己聽都眼熟熟 因為每一首都有懷念 以前香港的點點滴滴 毫不造作 發自耐心 例如有次我播放關淑儀的深夜港灣 簡直是收不到聲 又有一次播放達明一派的 今天應該很高興 我連聽三次 結果三次都是一樣 你明白我說什麼 一樣 以前聽這些歌的時候 完全不會有這麼大的感觸 可能是因為現在政治的原因 變成爛民 以前香港只有我們接濟的一方 例如大饑荒逃港 越南船民 我還記得以前小時候 在屯門的時候 常常買到船民賣給我們的物資 今排什麼番茄豆 超難吃 那時候香港人真是 伸出雙手的保護者 慢慢都沒有想過 現在竟然我們逆轉了 再想起 身邊周遭的朋友 要跟他們話別 那種心情你應該明白 所以我真的奉勸大家 來到英國 要好好地守別人的規矩 不要圈蛙 不要亂罵車安 多點微笑 總之不要搞寸別人的派對 即是不要搞寸別人的秩序 尤其不要把一些香港劣質的文化帶過來 例如炒樓 這幾天在社交媒體裡 看到有人在曼徹斯特 組織了一些港人撿垃圾的義工團 這個做法我非常非常欣賞 因為我深信 這就是最好把香港人和其他地區的華人區分 當然不包括台灣 記得在2014-2019兩次的社會運動裡 當入行完之後 總會看到有心人在龍尾做清潔 搞到市政局的嬉嬉嬉 沒什麼好做 這個畫面我還記得 說真的 我真的問過嬉嬉嬉 你們覺得為什麼會沒有垃圾 當然嬉嬉嬉嬉 其實未必真的知道的因由 他們會說為什麼沒有垃圾 我告訴他們 其實我們有些義工幫你扔殺 他們像董非董 當然有些人會說 這些人是收了美帝錢才會這樣做 我真的不想回應 世界公民這件事不是每個人都明白 其實那兩次社會運動 真是一個很好的照妖鏡 把平時收起來的骯髒 一遍過揚出來 包括你身邊的親戚朋友 道德的底線 突然想起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二世祖 他爸爸是上市公司的董事 住在半山 平時除了在爸爸公司那裡 所以我認識的他和那些同事 全部對他的評價很差很差 還很喜歡欺負弱小 又吃霸王餐 不要想邪 真的吃霸王餐 記得有一次 他在我面前搞喊一個小職員 他就是視於自己的地位而欺負這些弱小 這些正正 就好像現在我們的政府 還有那三萬個皇軍 而更令我頂不順的就是 這個二世祖 經常在社交網站上 說香港上街的廢青 其實我想說 任何人都可以叫廢青 因為這個叫言論自由 就正正是他沒有資格 因為如果不是他爸爸照他的話 他應該餓死在街頭 或者被人打死了九年 其實作為一個有權力的人 更加要好好小心處理身邊的一切 因為你有的就是影響力 前幾天 智叔走了 享年66歲 以現在來說算是早世了 要數最近看他的作品 原來已經是六年前的十年 反而給我的印象最深刻 不是十年 而是以前有一部電影叫做 《富貴榮華》 他四兄弟裏面演其中一個 我忘記排第幾 好像第二 小時候挺喜歡看這部電影 可能那兩首歌很好聽 所以他小時候我都點了這首 《心中懷著你的愛》 這首劇集的插曲給他聽 紀念一下他 這首歌是由當時的商台DJ 湯靖專唱的 湯是當年六啼半成員之一 那時候很喜歡聽商台的 我亦都試過寫信去電台點唱 又試過打電話去電台做一些時事評論 即是封煙那些 可能這些反叛多嘴基因 真的不是今時今日才有 那時候已經有了 但講到最喜歡的電台節目 一定是《軟冷天色的老人院》 我貪配救天馬行空 其實以前香港的創作真的可以天馬行空 但只用《國安令》 記住是《令》 不是《法》 推出之後 我相信創意自由這件事 應該會絕跡於香港 當創作和構思時 你頭頂上有個《令》字 那怎麼創作呢 不要說我危言聳聽 當你拿著一張白紙站在那裡 有人都會說你 我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 這樣 你還沒問題嗎 最後 陸續聽到不少香港人來到英國找到工作 有些還做回老本學 在這裏我真是衷心恭喜他們 因為我深信 以香港人的質素 去到世界哪裏 都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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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食的 重要的事要講三次 而且會很快融入當地的社會 我們香港人從來都是地球村的一員 香港人加油 拜拜 好幾次 無論受盡多少風水 無論再要奮鬥幾次 才共你都得起我 為你實現萬千里夢 靈離樣樣是心願冷淑 寧願奮鬥到百千次 為你 創出幸福快樂 向 和我兩手相欠 花千斤熱千分光 原諒著我的愛 為你朝前方 willingly 和你披草 為你披荷 Westing 為你披荷 前方 為你披荷 口 露指 可 ота 方 目 同我两手相欠 发千分热千分光 严谅着我的爱 为你招前方 同你披荆斩击 为你创破前途路障 献出千关爱心与刺情 一切都奉上 作曲 李宗盛